中央设台北25日电新北市选举委员会副总干事黄瑶璋今天说 12月6日将由新北市选委会举办史上首场公办电视罢免说明会 遭提案罢免的时代力量及立法委员黄国昌与提案领前人孙继政出席 并由网络同步直播中央选委会16日发布新北市第12选举区 选出的立委黄国昌罢免案公告12月16日投开票 并由新北市选委会举办公办电视罢免说明会 黄瑶璋上午告诉中央设计者电视罢免说明会12月6日上午实时举行 由新北市选委会委员洪清辉主持黄国昌与孙继政都将出席 进行方式是孙继政先发言12分钟 黄国昌接着发言12分钟 随后孙继政第二轮发言12分钟 黄国昌第二轮发言12分钟后结束 现场不开放提问或采访 他说双方预定在说明会前30分钟抵达会场 随同人员不得入场 但开辟两间休息事工随同人员休息 另有规划采访区黄瑶璋表示 与过去一些公职竞选时的电视公办证件发表会录制脱播方式不同 由于外界十分关注罢免案 电视罢免说明会将直播也同步在影音网站YouTube直播 让关心的民众可及时掌握最新资讯 电视罢免说明会将于戏指观天下电视台现场直播 其他有兴趣的电视台可到现场直播 但需完整播放 不得插播广 告货截取片段播出 黄瑶璋表示已确定一家有限电视台将参与直播 其他电视台都还在洽谈 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规定立委罢免活动期间 选委会因办公办电视罢免说明会 106万1125